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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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停在发动的肩肩 如我瞬间 冬箭湿前 这一场红着坚定的双眼 也许已经 没有密切 面对航空海的星海 我们不晓得像尘埃 飘泊在 一片落盖 缘分让我们相遇了是意外 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 也许未来遥远在 光年之外 我愿守候位置里 为你等待 我没想到 为你不能疯狂的 伤痛海啸 没有你更默默 伤痛 我的大脑 为你一群疯狂的 脉搏心头 没有你更默默重要 一双尾在我胸口的臂温 足够抵挡 天生地装 一种痴迷不放手的倔强 足以点燃 所有希望 你和 宇宙磅礴和浪漠 我们的爱会笑着闪烁 颜破 却如此无果 远不让我们相遇的是意外 命运却要我们为人中相爱 也许未来遥远在 光年之外 我愿守护一支离 为你等待 我没想到 为你不能疯狂的 伤痛海啸 没有你更默默 伤痛 我的大脑 为你一群疯狂的 脉搏心跳 没有你更默默重要 你也许 放到意外 是醒不来的梦 乱世以外 是纯粹的 加油 我没想到 为你奔奔奔奔奔奔奔 伤痛海啸 没有你更默默 伤痛 我的大脑 为你一群疯狂的 脉搏心跳 没有你更默默 伤痛 我愿意奔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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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我好奇地乱瞧着黑白的情节 当我躲在房间了既往心的表演 你微笑的双眼 是否当时早有预感 看到了今天 当我每人每一听的最爱的唱片 当我数多每一夜都花满了血 也从不曾熄灭 天真的我也不快 我再浪费时间 是你的无条件 拯救了这一切 是你让我看见 天空没有期限 我又回来无边 我真的我会飞翔 够了的明天 天空落落遥远 回头看看青山 看看镜子里的 你让我走进的火 你走多远 多少次我心里浮现时空的画面 多少冷言冷语 羞辱的来到我给 多少夜失眠 你是否也曾度日入眠 差一点沦陷 当我默默地勇望着再来的春天 当我默默地把眼泪流在心里面 恨当一切未远 谁不曾摸远 记得都在平年间 你却无条件 下了这一切 还是你让我看见 天空没有极限 我的未来无变 多久在我未必 这够冷的明天 前方落若遥远 回头看看此事 看见镜丝里的 日子淡透进的我 走我多远 走我多远 我多远 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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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远 Repl秀 Oh Oh What a day We don't hang on Oh Oh It's all around 你属性 让我再一点分析 你属性 没有这些 天空没有界限 谢谢 感谢紫棋 谢谢紫棋 请紫棋来到我们的身边 欢迎邓紫棋来到我们的主持期 哇 哇 这首歌真的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是 这个紫棋走过来有点时间啊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今天我们的舞台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今天的舞台也因为紫棋的这首歌完全被点燃了 来 邀请紫棋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 哎呀 今天两首歌选的紫棋也是用心了 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金曲光年之外 一首是在去年九月份吧 才刚发的歌 对不对 一首新歌 天空没有极限 我们请紫棋赶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吗 我是詹邓紫棋 aka Gloria 哇 其实邓紫棋真的是我们抖音直播的老用户了 你看 邓紫棋在舞台上的时候要不然就是霸气的 要不然就是深情的 要不然就是娓娓道来的 但是当她在直播间和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小女孩的状态 包括我有看过你去刘光宏老师的直播间跳操 你看完全场没 你跟了全场 你真厉害 我好厉害呀 对 然后扎着一个高马尾穿着一身运动装 特别可爱 蹦蹦跳跳 所以特别也相信紫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最开始来到抖音的时候 为什么我会想到用直播的方式去和大家见面 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呢都没有怎么做直播 然后呢我在抖音上面 好几年前面都是一直是发一些小视频 然后我觉得好玩的东西 但是呢我去年因为年底我发了一张新的专辑叫做《启示录》 然后当时是有14首歌 然后我们是一个礼拜发布两首歌曲 然后我就在想 就是我的每一首歌都有一个MV 然后串起来其实它是一个MV连续剧 观众们到底能不能get到我里边的小线索小心思呢 然后我就觉得要么我每一集结束了之后 播完了以后我都来跟大家做一个直播 然后跟大家探讨一下剧情啊 然后歌曲的内容啊 我想表达的一些东西啊 分享的 你这是 其实我们的那个叫做《启示录》聚会 聚就是电视剧的剧 对就是一个讨论我的剧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直播 所以我做完14集下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在里边分享了很多很多我的一些想法 然后其实与我以前做过的一些比方说我之前在抖音有做过一个沙发音乐会 对那时候我是唱很多歌曲的 但是我去年年底做的14场直播我唱很少歌曲 但是我说话说很多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很棒的一次交流 对所以直播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可以和粉丝直接一对一这样沟通的一个机会 对可以看到他们很多给到紫棋的一个反馈 其实我作为抖音的一个直播其实也想问一下紫棋 就是像紫棋的话你平时会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比如我在每一首歌曲 我那一首歌曲里边想要分享的可能这个是关于网路暴力的 另外一首可能是关于你不要放弃自己 你要好像抬头看到天空一样 就是相信你自己的未来是没有极限的 就是我会根据我每一首歌曲想表达的内容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曾经的经历 然后包括我怎么走过来 然后一些其实就是输出价值观 我其实本来一开始觉得有没有人想听我讲一个小时了 其实他们很喜欢就是你用这种方式跟他们去沟通 对我一开始做第一二三个直播的时候我非常的紧张 我心想我怎么自己hold完全长 六十分钟一直在讲话 但是后来我发现是一个很开心的 然后大家也是给我很多的及时的一些回馈 然后我也一直分享这样子 所以我很期待继续有机会的话 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些直播 好的 谢谢 等一下 可能一个剧能唱的邓紫棋 我们在很多舞台都能看到 但是一个剧能聊的邓紫棋 我们就是要在抖音直播才能看到 是的 我们今天有讲到说其实抖音直播已经走过五年的时间了 谢谢所有朋友的陪伴 所有艺人朋友的支持和陪伴 那已经走过五年的抖音直播子 自己要送上什么样的祝福呢 我送给抖音的祝福肯定就是天空没有极限 就是我觉得虽然已经陪伴了大家五年 但是未来的路还是非常的长 然后我非常期待就是有更多有内容 然后有想法的一些年轻的一些主播可以起来 然后分享更多有动力的 然后有一些正能量的一些内容给所有我们的观众 还有就是我期待 我继续可以在抖音上面发布我自己的歌曲 然后发布我的小视频 继续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天空到底有什么极限 太好了 我们期待2023年 聚能聊的邓子齐 继续在我们的抖音直播 跟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你 我们期待子齐 后续更多的在直播间的一个内容分享 谢谢 谢谢邓子齐 祝今天玩得开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子齐